民国47年,决战妖蛇党接棒《大战魔鬼党》,继续在漫画大王连载。 这时已经造成了轰动,每周四放学后小朋友都会到租书摊集合, 着急地想要看剧情的发展,每一回的下回分解牵动着每一个漫画迷。 所以后来大华出版社在连载漫画中受欢迎的故事都会另行出版单行本。 《决战妖蛇党》在单行本改名《决战黑蛇团》。 叶鸿甲曾说,画《决战妖蛇党》的前后期, 他时常会在梦中梦见成群的蛇。 所以在《决战黑蛇团》的故事中, 蛇多歹徒多,连首领都从一号来到十号。 从推力看不见真面目的敌人是谁, 加上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 精妙的机关及浩大的攻防站等四大特点。 诸葛四郎式的武侠漫画, 在《决战黑蛇团》中全数到位, 既精彩又紧张, 非常好看。 没有看过四郎珍平的朋友请注意, 诸葛四郎头上两个包穿红衣, 诸葛四郎取自诸葛亮和杨四郎代表聪明孝顺, 四郎武功高强, 机智勇敢, 是英雄的英雄。 而珍平的头上一个包, 珍平代表珍晨平时, 是最忠诚可靠的第二男主角, 四郎珍平是冒险犯难的好朋友。 在决战妖蛇党的故事中, 魏国在刚平定魔鬼党后, 在南方的山鹰山海良福, 又传出了黑蛇团在胡作非为, 结党扩张势力。 当魏王接获告急文件时, 立即指派四郎与珍平去查明真相, 并授权四郎指挥调度梁府兵马, 以平乱党。 四郎一人先行出发, 但在途中遇到狙击, 幸好被一位神秘少女所救后, 四郎化妆贼党混入山寨。 三日后,随后赶到的珍平, 因重计被贼党所擒。 由前魔鬼党为死之队长, 举刀斩首珍平之际, 此刻混在贼党中的四郎, 趁机救了珍平, 并杀开一条血路。 在神秘少女的帮助下, 四郎独自背着重剑受伤的珍平, 奋力逃出之后, 顺利抵达了文阳县。 此时, 黑蛇团乱党倾巢而出, 包围了文阳县。 县城的防御兵力只有五百人, 但在应用的四郎指挥下, 数次击退来犯的贼兵, 在黑蛇团以十倍的兵力攻击下, 文阳县终被攻破。 在此紧要关头时, 好在山鹰山海两府的救兵及时赶到, 杀退贼兵解救了文阳县, 四郎意在退敌时斩杀了二号头目, 并得到一尊罗汉象。 四郎在进入山海府后, 再次受到黑蛇团的袭击, 意图夺取罗汉象。 一天夜晚, 府外发声巨响, 在四郎出去查看时, 黑蛇团首领趁乱潜入屋内, 取走罗汉象, 并从中取出了黑蛇团的头目名单, 但是却被真凭发现, 夺回了一半的名单。 而四郎依照名单顺利地铲除, 潜伏在两府内的兼党。 潜伏在山海府的首领, 见情况不妙, 来命传领兵送信给残余的贼兵, 预称着府内庆典的夜晚, 游地道进入, 一局攻下山海府。 但此一信件为真凭所夺, 四郎则将计就计, 安排扶兵, 进监来犯之贼兵。 首领大败后, 迁怒被扶之神秘少女, 欲将其吊死。 在千军异法之际, 四郎在投降的贼兵带领下, 及时救下了少女, 并在山寨内展开了一场殊死战。 此时两府一线的援兵, 也同时晋级山寨, 首领见大事已去, 躲入了山寨中, 四郎追击而至。 在一场生死搏斗后, 首领跌入了自射的蛇窝中而丧命。 四郎命人放火烧掉洞中的蛇群后, 带着少女胜利而归。 作者赵冠利在最后一页, 说明四郎为什么知道 黑蛇团首领是山海府官, 读者恍然大悟, 佩服作者的巧思。 叶红甲画决战妖蛇党时, 画风已经从大战魔鬼党时的圆润 进入了成熟期。 故事的脉络发展布局更加细腻, 人物的造型更加精致, 线条更简洁有力。 更把蓝红的套色技巧 运用到令人赞赏。 不论是神秘的黑夜决斗 或者是浩大的攻防血战 都成了叶红甲诸葛四郎漫画 独特的风格。